NEO老司機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波蘭對上馬來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由JODAN對上VIPER 兩位是同戰隊的高手 那這場地圖是帝王戰爭的一張圖喔 那這張圖是上坡 沒記錯的話應該叫上坡 欸對對這裡有寫 這張地圖是上坡 那為什麼這張圖叫上坡 原因是因為它這裡啊 中間有一個上坡的地方 這個村民怎麼壞死啊 欸欸欸欸欸 看得我觸目驚心 但是波蘭喔 就算損血也沒關係 因為波蘭的村民在黑暗時代就開始會回血 那黑暗時代是每分鐘可以回5滴血 那封建時代是10滴血 所以封建時代的波蘭塔弓也是有相當優勢的 原因在村民在換血之中 是會越換越有優勢的一個活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蠻特別的 這個上坡的地方 就有金礦啊 石頭還有一些少的樹木 重點是有這個鹿 這個鹿肉不要小看它喔 這個其實在前級來說 在這個第一個國戰爭裡面 可以產生一個蠻大的作用 像是蒙古玩這張圖 就可以一路把這個四隻鹿吃完 然後到下個地方就去吃四隻鹿 一路吃吃到兔 然後吃到對方的也可以喔 吃一次吃到中間的話 可以來城堡 還可以來蓋城堡 牙齒對手也可以 所以這張地圖的玩法其實是相當多變喔 在蠻多高手的玩家對決中喔 算是比較容易 算是比較平衡的 這個地國戰爭的圖 我覺得 比較 沒有那麼的 說 像阿拉伯 不是像阿拉伯 像一些什麼四湖之類的圖 平衡性比較差一點 其實在四季地國裡面喔 有海或是有水 這種有雨的地方的圖 平衡性都比較差一點 可能就 一個大獵士就GG了 或是一個小失誤就失敗了 都有可能 但這張圖的話就是因為沒有水的關係喔 那資源分佈也算平均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也蠻像是 一般模式的阿拉伯的感覺 平衡性相當的高 好 那 稍微來講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的話 他的文明 綜合來說 他打什麼單位都可以 工兵都有三級射 但是沒有三級防 但是有強弩跟拇指環 但對弓箭手來說 防禦不是重點 所以攻擊力有全滿就夠了 所以波蘭打工兵也是OK的 所以大家團戰來說 打外加也是行的 而且他還有這個錘兵喔 錘兵在團戰來說也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 奧不齊 戰錘兵喔 這個打敵人可以扣防 所以當一個坦克來用的話 可以降防之外 還可以當作一個主要進攻的單位 再加上工兵阿 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的遊俠 隊友的遊俠 或者是自己的重裝騎士 非常便宜的騎士 來cover的話 這個奧不齊 算是非常好用這個團戰單位 當然這個蠻需要隊友的搭配跟操作 因為其實當子彈出奧不齊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的馬弓阿 或者是火槍喔 被吃得死死的 而且這方面的話 比較需要多的一些操作跟溝通 來出奧不齊才會有效果 好 這邊看起來 Jordan這邊拿到一個小小的領先喔 戰馬數量非常多 而且拿到這個上坡的高地喔 就一定的優勢在了 因為你只要車可以到後面的話 Viper就只能被壓在家裡了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那Viper現在就只能全力防守 就不能再往外出去壓制Jordan Jordan這邊一級防跟一級射都點喔 兩邊都是一級防一級射都點 所以兩邊只要操作得好的話 應該不會打出太誇張的一個戰果 就是兩邊應該不會瞬間GG喔 看起來都是還能打的狀況 而且這邊弓兵其實出的量還蠻多的 但是有點在停弓兵的感覺 並沒有一直在出喔 Viper這邊其實有出四隻弓兵 但是處在家裡補血 但他這個弓兵是有一些殘血的 那前面都完全是靠戰毛來防守 但也夠了 因為畢竟戰毛這樣互丟的情況下 兩方都是互相counter的一個狀況 戰毛打戰毛問題不大 你看這邊超注意在秀 然後在這邊偷偷點一下這個Jordan的弓兵喔 但是Viper已經點下這個城堡實彈了 因為他的戰毛其實沒有出的很多 所以後面才慢慢爆出來了 波蘭的話他其實是一個食物加成的文明喔 他的大莊園可以立即採收10%的一個食物 只要種田完成之後馬上就會10%的回饋 所以他以爬 風箭時代阿 不是風箭時代阿 講這個城堡時代阿或帝王時代 爬他這個專輯時代的速度應該是比別人快一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MIPER這邊經濟配置更好一點 他居然已經突然這邊上層的一個節奏 那個timing來說相當不容易 所以就是世界冠軍的實力阿 這個觀念非常到位 好那這邊馬來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還有二級射 那這邊槍弩升級之後 打這個毛兵的話就會比較好打一點了 因為射程夠長比較不容易被這個戰樓貼到 但是Jordan還是有這個上坡的優勢帳 所以Viper的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先上上坡 然後再開始打會比較好一點 那左邊有繞了幾隻的奴兵到左側 想要直接進去 但是Viper左邊其實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其實打不太到什麼東西的 好 那波蘭這邊是選擇要走一個馬開局的樣子 那個靈台甲 那他走這個騎兵路線 但波蘭的話應該是要先挖石頭 再去出這個大量騎士比較划算 那前期的話波蘭應該也是會先出個 大概十隻左右的騎士 然後就差不多會停了 然後開始要點這個貴族特權 這個城堡的銀貫科技 那出這個騎士的話才會比較大的優勢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直接走了進來 強弩壓力很大 但戰毛在後面被追趕著 那臭命可能會再死個幾村 哎呀死了兩村了 第三村了嗎 有點歪死不太到 哎喲 進到了TC的範圍 但是後面大量戰毛過來 直接過來防守 戰毛要來立下陣型嗎 但是後面很多臭命被戰毛射 戰毛有二級攻的關係 打臭命很痛 這邊直接圍了一個死牆 直接包夾這邊的奴兵 哇 這邊 Jordan損失慘重 Jordan這邊已經死了四村了 村民術明顯有拉開了 46對52村 這邊的話 Biper居然還點一下這個輪軸技術 哇 經濟量非常非常的好 村民領先之外 這個輪軸技術也領先 Jordan點下去了 所以Biper這邊是一個超級強軍士 然後這邊TC也蓋好了 然後這邊TC直接進村民進去 能躲掉嗎 這個弓兵 哎呀 躲掉了 好 第三個TC 第四個TC 已經正在蓋了 哇 直接四TC開局 非常兇狠 Biper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經濟系玩家 因為我個人也是喜歡玩經濟系的打法 不太喜歡像這種強軍士的玩法 我覺得經濟來說 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通常打強軍 強經濟的玩家 通常會被這種強軍士玩家打爆 因為你玩強經濟的話 家裡就沒什麼兵 很容易就被兵壓制 然後就直接打出巨巨了 都可能 那這邊看起來 Jordan是打一個TC 單TC打法嗎 因為他的TC開的比較晚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這邊是優先蓋下的大雪 蓋下大雪的話 點這個彈道雪 會導致他的木頭消耗量 消耗太多 因為這個大雪成本就200了 彈道雪就好 還要300木頭 總共加起來是 花費了500多木頭 這個直接砸到 他直接踢地板是不是 我剛剛想說應該不會砸到吧 結果 死一片 對 Ryper的電策略是用生鋁 加頭子車 頭子車來打這個奴兵跟戰 生鋁就是來對付對方的騎士 城堡時代防守來說的話 生鋁是打騎士最好用的單位 所以說如果對方出騎士的時候 出騎 對方騎士量還不多的時候 還可以用這個生鋁來應對 算是比較好的一個打法 而且他是極戰力 生鋁是極戰力 還不用任何升級 所以這個生鋁的使用方法 要成為高手的話 一定要非常手續生理的玩法 好 那這邊又有一隻騎士走路過來 而且很多戰馬過來 但是這邊幹TD 而且這裡有彈道學 這個村民也是跑不掉 好一村 兩村 Ryper的村民開始消耗掉 好死了兩村之後 哇 砸到 又倒一排 Ryper這個踢地板 踢地真好 好 但是Jordan這邊優先拿下這個 上坡之地 因為上坡的話 這邊頭死車要打第一處的話 就這個加成傷害 原本只有40滴傷害 雜訊變100多 哇 非常非常痛 好 那這邊頭車過來 這裡要看到了嗎 但是Jordan我在看 看到頭車立馬回頭 他當時嚇死了 這些戰馬 好 那這邊拿下這個高地之後呢 Viper的話可能會很難打 看他把我點這個僧侶 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可以招搶對方的頭死車 不然這邊頭死車 互丟的情況下 Viper是丟不贏的 原本是低處打高地 會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Jordan這邊反而是有 傷害增加的效果 所以兩邊來說的話 快是一個Jordan比較大的優勢 欸這邊出了蠻多的騎士喔 五隻騎士過來 但是城堡還沒有蓋好 這邊是直接印出了 是沒有點這個貴主特選 好那這邊直接被戰馬丟死 但是後面有頭車直接砸 好那這邊收村 好直接再招一隻騎士 後面被砍死 哎呀來不及招到一騎 就直接收進去了 雖然孫女沒有死了 在裡面 好那這邊弓箭直接把 呦再踢一下 地板沒踢到 再出來把這個城堡蓋一蓋 生鯉再出來 哎唷進去TC裡 生鯉差點被這個獅頭砍了 刺頭砍這個生鯉是有歪傷害的 非常危險 好那這邊順利遭到一隻騎士喔 那騎士最怕這種喔 生鯉躲在TC附近 遭響一到 好CD一好就把你招走 然後再進TC裡 所以生鯉一直不會死 然後可以越遭越多隻 那Jordan應該也是 意識到了這一點 趕快產出一些輕騎兵 所以你要來盤子一下 Viper的一個生鯉的一個狀況 但是Viper這邊非常非常的厚 這邊經濟量非常的十足 而且城堡越蓋越多 那目前是5TC 然後村米蘇是101村 對上騎士而存Jordan Jordan這邊有落兩隻騎士過來 稍微騷到了一下 但是這邊城堡的位置 蓋得還不錯 可以守繞大量的一個經濟狀況的地方 但是可能要找個機會 去來點這個彈道學 但是Viper這邊是決定 可能要先點一下這個帝王磁彈 才要去打這個彈道學 因為這邊彈道學的話 消耗的木材量實在太兇了 但這兩隻騎士好像沒有發現 好投車過來拆這個通車 村米這邊終於看到有騎士在了 這邊Viper也發現到了 趕快收生 趕快收生 好那這邊 忽然點下這個城堡之後 就可以開始考慮出這個 貴族特群的騎士 但是這邊移技有點尷尬 移技都在前線 這個聖物 看要不要把修道圓 蓋一個在後面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Viper這邊 是點下了這個帝王時代 果然是灑了大量的田 不點這個彈道學 等下大量的木頭 把這個木頭 投資在農田地 迅速上這個帝王時代 那Jordan這邊 就是選擇點下這個貴族特群 貴族特群點下之後 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 比小公還要便宜 而且這個騎士 到帝王時代 還可以升級到重裝騎士 雖然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還算是不錯用的 因為他攻擊力夠高 只要數量一多的話 還是蠻難產的 重點是造價便宜 你只要多花10黃金 就是你光照劍勇 就是20黃金 那如果沒有點攻擊的話 就是20黃金 但是如果點這個重裝騎士 只要多付10塊錢 就有這個騎馬版的劍 大概這樣想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划算 這個修道院果然還是要往後蓋 不然這個在前線的修道院 真的是沒辦法守得住 一隻都噴得出來 這個一隻海布已經拿得到了 所以是一隻有點被對方幹走的一個狀況 修道院選擇在左邊 但左邊這邊有騎士 但城堡會蓋好了 應該是來得及 但是VIPER這裡沒有彈道學 但是來不及為好 哎呀 還是被漏進去了 欸 彈道學好像好 欸 還沒有好 還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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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彈道學還沒好 OK 那VIPER這邊點下 一級攻跟這個 增兵技術 看起來點一攻 一個馬卡 是不是要打這個 馬來的大象 馬來大象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有這個40%的減免 我印象中 我記得快要打5個了 這個造價非常非常省 好 那這邊有幾隻村民被抓爆 而且有騎士在這裡 VIPER打一個超級強經濟的玩法 但是二級伐木沒有點 導致這邊木頭非常非常稀缺 那非常大量的一個村民都去伐木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太多的村民在伐木 那是不是這個原因導致這邊 大象有點難出來呢 因為這邊馬就還蓋不下去喔 這邊木頭量真的太少了 一直去種田的關係喔 紅樹撒田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邊 其實木頭量並不夠多 肉量已經爆表了 但是 並沒有正面單位可以做反制 這邊點下三級射 想要來城堡來反制一下 但是沒有彈道學喔 射得有點歪 不知道這個三級射效果有沒有那麼好 那這邊森林應該是跑不掉了 這邊趕快按下這四級喔 趕快去買賣 經濟失調了 VIPER這邊搶經濟 但是經濟卻爆炸了 Gordon這邊直接城堡打帝王三 衝車直接硬拆對方的城堡 那村民直接出來用全套來拆這個衝車 但是後面有大量騎士來砍村民 所以衝車最多最多只能拆到兩台 哇 只能拆到一台 準絲慘重 但是沒有辦法這個衝車不拆的話 城堡會掉速度非常非常快 怎麼辦呢 突然lag了一下 那這邊村民因為城堡會爆的關係喔 直接出來逃難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的騎士 在虎視眈眈的在打著村民 村民已經到處逃難了 那VIPER還沒有更多單位可以出來防守 怎麼辦 肉量非常多 但是並沒有任何單位出來 終點下了這個精銳毛巷 精銳毛巷夫了 精銳毛巷夫出來之後 就可以稍微克制一下 Jordan的騎士了 騎士跟衝車的衝擊喔 那這個騎士數量非常非常大量喔 大象可能一時之間出來 也是沒有太大的方法可以 阻擋對手進攻喔 有點困難 這邊大量的騎士過來到左邊 這邊左邊有城堡 Jordan還在想辦法進攻 但衝撤一樣在出 那通常Jordan在城堡打衝撤的話 就代表他沒有想要打帝王時代了 而VIPER的話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 趕快扛住這一波進攻喔 這一波進攻扛住才有機會 可能大象出來 沒有三防沒有二防的關係 但是沒有關係 大象的資本就是血量多 血量一多的話 還是能扛住騎士的攻擊 而且這個大象 側面還有這個擴散狀態 打騎士來說也是相當好用的 那這個大象肉影要夠多喔 但是剛剛那邊點下的精銳毛巷夫的關係 肉量其實不太夠了 但是這個效果還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大象的量好像一直去不太起來 因為大部分的農條 這邊農田都不能種田 而且一個大部分的農民也消失了 而且這邊VIPER在補充沒關係喔 所以肉量並不是這麼非常衝突的狀況 但是大象依舊在持續在進攻 好像要守住了 VIPER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好 這一波進攻 VIPER順利的守下 但是對手已經轉出了重裝長相兵 這個重裝長相兵一出來的話 大象會非常難搞喔 大象會很難受 因為並不太好去做一個防守 如果大象集中性不足 還會被這個長相兵追上 那中間的話 找個機會可能還要去補下一個城堡 會比較好 但是VIPER這邊是斷石的狀況 比較難去轉出更多的城堡來防守 好那這邊轉出一些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的話 造價非常便宜喔 只要15金而已 最早期的班只要10金喔 以前看到馬來的話 10至89就是 喔他要打雙刀了 但現在的話不一定喔 馬來也可以打這個強母 或者是大象 雙刀都可以 或者是打這個免前的雙手劍兵 現在馬來算是比較多元 比較難拆到他的套路 套路來說的話 打法算是比較多元 以前的話就是 這個馬來勇士一條劍 現在就是比較 時代不太一樣 打法比較更多一點 好那大量的大象直接在中間 直接騎 但是巨頭不然就會被騎士給拆了 騎士的量還是很多 那村民的話 村民又 從TC跑出來 那要不要秀一下 但是這個TC 能射到很多村民嗎 射到很多騎士嗎 因為沒有彈道雪 這個沒有彈道雪的話 只要距離一遠的話 TC的射擊能力就不會那麼好了 白河這邊大量的村民 還是被屠殺當中 怎麼辦 沒有彈道要來做TC了 那這邊由於單位不動的關係 這個TC的傷害終於出來了 但是這個是什麼意思 波蘭在右邊居然挖了一堆石頭 跟黃金 那是那一條 波蘭挖石頭是可以產生黃金量 所以對於大部分文明 挖石頭是傷精技的一個問題 但是對於波蘭來說 挖石頭並不會太傷 哇這邊大量聰明 直接被騎士硬騎 怎麼辦 波蘭的經濟越來越慘 波蘭這邊還是在打這個非常便宜的騎士 波蘭這邊繞了一些大量的大象 後來要進攻 這邊騷擾經濟 但是這邊有非常多的長江兵 而且這邊城堡看起來是要建好了 雖然這邊聰明被頂個三下就要倒地 但是能守得住啊 家裡還有更多大象出來防守 這邊還是被騎士騷擾當中 波蘭的經濟也是不堪其勞 重裝長江兵再度過來防守 長江兵打當下速度非常非常快 哇 好像不是打大象的時候啦 波蘭現在大量農田 還在被這個中央騎士給騷擾 中央騎士砍了非常非常多村民 村民殺敵術已經來到九十隻 哇 就要在這邊四處開戰 用這個超級便宜的騎士喔 一直在到處騷擾喔 這個騎士反正驟價很便宜喔 一隻只要三十斤喔 兩隻才六十 別人一直要七十五斤 直接抵過你兩隻的單位喔 而且重點是這邊彈道血還是沒有點 而且家裡農田這附近都沒有城堡 所以導致這邊中間地區一直被騎士騷擾得非常輕鬆喔 那村民要補也補太起來 那正面的話 我又繞了一堆大象過來 但是就已經看到了 那正面的話還有更多的重裝 欸不重裝其實 一般的騎士 還在這邊想要繼續來圖村民 那這個騎士效果實在是非常好 由於MIPER是沒有維加的關係 所以這邊騎士想去哪就去哪 一直在重創MIPER的經濟 大象一直在前線扛這些騎士 而這邊騎士為什麼沒有在動 然後這邊可能按到助手的關係喔 所以不動 但是只要騎士加上這個長槍兵過來喔 大象就無可奈何了喔 越南畢竟大象就非常害怕長槍兵的一個單位了 那這邊的話要打的話很困難喔 下面有非常大量騎的大象還在騷擾 但是這邊Jordan應該是我看到的 但是重點是中間這一桌 TC可能要被直接硬拆掉了 越南這個長槍兵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狀況 而且還是沒有彈道血 很難射到長槍兵 哇村民只能趕快落荒而逃 逃到右邊的城堡去 哇TC掉了 怎麼辦 BIPER要繼續出大象啊 感覺大象有點不太給力了 但是BIPER還是印送了一千大象到了Jordan家 Jordan家的話直接去印拆掉了這一塊農田地喔 雖然自己的TC也被拆掉了 這一大片田也不能採了 那BIPER這邊也沒有補下更多的村民喔 村民樹已經降至剩71村了 經濟來說是非常非常差的一個狀況 但是Jordan也是也誤到同一個問題喔 肉量也是被阻擾到了 很多地方其實都是沒有農民的一個狀況 沒想到大象也可以這樣子騷擾 當騎士就有概念了 雖然還是很容易被這個長槍兵給追上 好 那看起來BIPER這邊補村民還是要花點時間補起來比較好 那石頭可能也要找個機會挖 不然這個長槍兵喔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哇BIPER這邊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要把這個經濟補起來的話也要很多難擠 這裡是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我們要把他解決是個大問題 這裡可能要展出強盟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3級4也減下了 那加上升級這個強盟升級跟化學點一點 還有這個太繞圈 紅子環 可以來克制這些騎士跟長槍兵喔 畢竟這個騎士是沒有3級遠房的 3級馬凱是沒有的 所以遠房效果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要轉出來的話 還是要需要大量的食物跟黃金 所以這邊BIPER覺得可能沒救了 達出了GG 因為經濟消耗實在太大了這個大象 看起來Jordan這邊這個強攻戰法 對BIPER真的是打得有點措手不及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Jordan這邊一直有去找到BIPER的木頭去的伐木工 所以導致BIPER到封建時代的初期 並沒有大量的木頭可以按下這個馬舊的關係 所以導致第一波進攻的時候 他沒有任何的馬舊可以出這個大象來第一時間來反制 反正是選出第一個馬舊之後 去點這個精銳毛象符 然後先消耗大量肉 然後再慢慢轉出一些毛象符出來防守 那第一波進攻已經沒有單位防守的狀況下 第二波第三波進攻導致BIPER這邊 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去做一個軍事上的交換 導致說BIPER並沒有太多的優勢在 好來看一下右邊這邊的經濟狀況吧 今天狀況看起來是Jordan這邊全癮 畢竟Jordan其實也是被大象 稍微被小打小鬧 雖然TC量沒有補足像VIPER這麼多的狀況 但是他的模仿大莊園給的肉量實在太多了 看這個經濟差距就知道 VIPER明明農田也是很多的狀況 但是由於中後期大部分農田也是被拆掉了 那TC也被拆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農田也是不能這種狀況 但是Jordan這邊是前期有村米上落後的關係 但是他這邊食物卻是非常充足 多6000 那木頭也是多6000 那感覺Jordan這邊打的方法 算是一個強攻型 用一個四處著火的打法 那這個手速操作量要非常非常好 那經濟上來說 兩邊都是沒有點下手推車 都只有點下輪走 那導致後面這邊經濟 兩邊都算是到後期有點快要枯竭的狀況 那最後算是被Jordan扛住了 用這個長槍兵 直接扛住VIPER的精銳毛相夫 所以這場比賽算是Jordan轉兵的一個策略上優勢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